好了,昨天和大家練習了一個開空的動作 今天也繼續幫大家練習一下 如何將我們那個背脊的動作 對著我的攝紙臺、對著電腦做得久的時候 頸巾都不得此 肩膀和背脊都拉得很緊 除了開空之外 好,今天這個動作 是幫我們伸展旁邊的這一組 指導手臂的肌肉 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寫字頭去 本身的位置坐直的 伸直的人 然後這隻手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利用我們左手 往左邊拉我們的右手 這個動作呢 就是幫我們伸展這一組的肌肉 好,千萬不要這樣 這樣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你這樣用身體 如果要再用身體的動作 其實在長時間來說 會很傷 你脊椎 所以一定要站直個人 頭一點往前傾 避開隻手 然後 左手用力拉 後來 到你自己的摘目 沒有辦法再伸展 的位置 就保留住 保留著 拉車的感覺 大概 5-10秒 然後 首先 記住 左手放鬆 然後 慢慢 放著手 用呼吸和肌肉剛才拉車的感覺慢慢舒緩之後 我們先做另一邊 千萬不要心急 同樣 左手放好 右手握著左手的手肘位置 然後往右拉 頭少少低 記住身體要保持 伸直一下 五至十秒之後 首先 右手放鬆 左手跟著去 呼吸 感覺這一邊的肌肉 剛才拉扯伸展的感覺慢慢舒緩 之後 然後另一個動作 就是兩隻手 反轉 向上 感覺 好像想往上推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 忍住呼吸 這樣就很糟糕 往上推的時候 我們會保持呼吸 慢慢放鬆 慢慢放鬆 當你在寫字樓做事做到頸頸方痛的時候 那你就用幾分鐘的時間 由頭 跟著背 和兩側 做一下這些伸展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舒緩到你那種 崩頸的感覺 但是你要記住 不想頸頸方痛 改一下你們坐的習慣 不要這樣寒背 對著電腦做事 很傷的 明天回來 再和你做其他的練習吧 再和你這樣做 過程 過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